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把它隐藏 下面这是一个素色的裙子 这裙子有这种褶皱纹理什么的 那如果我想把这个图案 这个图层把它附到裙子上 大家想这个东西应该怎么来做呢 有同学会说用混合模式 对我们可以选择叠加的混合模式 然后呢再把这个裙子这个区域呢 做出选区来啊 做一个大概这样的选区吧 做出了这个选区 然后在图案这个图层上来加一个蒙板 再把其他的部分都隐藏掉 这样就可以了 啊非常的简单 这个图案呢就 哎就印到裙子上去了 这个这个素裙子就变成个花裙子了 但是有一点呢 裙子它是有这种褶皱的 哎他有衣服啊 这布料的这种褶皱 那么这种褶皱必然就会对布料上这些图案呢 产生一些变形的影响 如果我们把这个图案呢 就这样直接啪贴上去 这个图案并没有跟着衣服的褶皱产生变形 那么这样的看上去就有点假 这个图案呢 它是脱离这个衣服的褶皱 跟这个衣服的布料的这种变形呢 这种起伏呢 没有任何的关系 所以看上去很假 那么好 重点来了 我们这节课要学习的这个滤镜呢 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先把这个图案这个隐藏 来看一下 用置换滤镜 通过置换这种效果做出来以后 哎 附上去这个图案呢 是什么样的效果 那下面这个是我一个做好的 点开看一下 大家看 上面这个大花这个图案 裙子上这个大花 是不是在这种褶皱 起伏的地方 布料的起伏的地方呢 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形 哎 这种纹理呢 是跟着布料走的 感觉就像是真正的附上去一样 这个就很神奇吧 是吧 啊 虽然看上去神奇 其实很简单 啊 但你就跟着我一步一步的做出来 咱们 打开刚才这个最原始的 没有变形的这个图 然后现在来找到滤镜菜单 在滤镜菜单扭曲类 在这最下面呢 可以找到置换这个滤镜 我们可以点开置换 打开了置换滤镜的命令 这里有相关参数的设置 哦 有水平比例 垂直比例 置换图 还有这个未定义区域 这些设置 这些我们先不管 如果我们现在就这样点了确定 看看它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点确定 哎 点完确定之后 又弹出了对话框 这个时候让我们来选取一个置换图 啊 这个滤镜呢 和我们前面学到的一些滤镜呢 它就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那就是要结合外部的置换图像 那么这个置换文件呢 置换图像呢 需要是PSD格式的 那这个置换文件 我们要首先把它做出来 那现在我们先来取消 也就是说置换命令的前提呢 就是要有置换图 那么这个置换图是什么呢 那就是我们要根据什么来置换 大家看现在我是来根据这个裙子啊 根据裙摆这个起伏 根据这样的一个变形呢 来做置换 那其实我们想要的置换图呢 啊 就是这个裙子啊 也就是说还是这张图片 但是呢 这张图片呢 我要稍加处理一下 怎么处理呢 现在我来打开一下这个裙子置换图 我这里面已经做好的这张图 大家看这是已经做好的一个裙子置换图 那么这张图和原图呢 不太一样 啊 你说颜色变了 是吧 那为什么会变颜色呢 那现在呢 我们就要了解一点关于置换的知识 置换置换 它就是根据置换图像的明暗啊 或者是发光强度 哎 根据这个发光强度的不同呢 来确定变形的情况 那么这个发光强度 我们在哪看呢 那就是在通道里面看 大家看我现在 这里对红通道的处理 看一下红通道这里呢 什么都没有 是一个灰色 一个中性的灰色 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呢 大家要记住啊 在置换这个命令里面 红色通道 也就是说第一个通道 哎 这个通道啊 原色通道里面 第一个通道呢 代表的是水平方向上的 像素的置换 像素的变形 也就是这个左右左右的变形 那么第二个通道啊 就在RGB那个格式里面 就是绿色通道 第二个通道呢 就代表着垂直方向 也就是上下方向的变形 那么绿通道 看这是很正常 里面有明有暗 是吧 这比较正常 红通道呢 这儿我填充了一个摇耳巴的灰色 红通道呢 就没有了 没有颜色变化 没有起伏 也就是我把水平方向的变化呢 给忽略掉了 所以利用这张置换图 那在置换的时候呢 它只会影响到垂直方向 那上下方向的变化 因为这个裙子的纹理呢 主要是在一个上下的摆动 上下方向的一个变化 水平上的这个变化呢 基本上是很少的 水平波动 基本上没有 所以就这样处理了一下 他说变色了 这个无所谓 这颜色 因为置换 它是不会考虑颜色的 它只考虑这个发光 这个浅色和深色的对比 通过这个对比呢 来找出变形的差别来 这就是来制作好一个置换图 然后把它存成PSD格式 这个一个置换图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来根据这个置换图来进行置换 选择滤镜 扭曲 置换 在水平比例这儿 这输入的是0 也就是不变 没有什么变化 因为那个图上 也是把水平都忽略掉了 所以不管它 垂直比例这儿 是个8 大家呢 可以换一换数值 看看有什么变化 其实就是一个变形的大小 变形幅度的一个控制 那置换图有伸展仪 适合还有拼贴 也就是说置换图呢 它有很多种类型 有的是大图 有的是小图 不一定啊 不一定说置换都是圆图 我们这个案例呢 置换是用的圆图原来的大小 所以这个选哪个 这都无所谓 但是有的时候是大图 有的时候呢 是小图 小图呢 就会涉及到 是拼贴的来置换呢 还是把小图给撑展了之后来 进行置换呢 这个大家就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了 啊 那么下面未定义的区域 那这个大家已经见过好多回了 啊 可以选择折回 也可以选择重复变缘像素 啊 折回呢 就是可以图像的形成一个连续的图案 重复变缘像素呢 这就没有 那么调好了这些参数 然后就可以点击确定 这个时候呢 就弹出了选取置换图的对话框 我们选择制作好的置换图 点击打开 好 那现在来看 我们放大一下 这个变形的效果呢 就出来了 颜色明暗对比越强的地方 变形的呢 就越厉害 对比比较小的比较弱的地方呢 就有轻微的变形 很智能的就识别了这些勾勾赫赫的 这样让这个合成呢 变得更加的真实 好 这就是置换滤镜 咱们在做一些要求比较高 更加真实自然的合成的时候呢 用它就最好不过了 那我们在专业培训 学高级图像处理 学高级合成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置换这个东西 这功能还可以更强大 还有很多种效果呢 都可以通过置换来进行 好 那么这节课就到这 咱们下节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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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